大家左等右盼 總統府親子日 蔡總統大遲到 但面對小朋友 壓力也小多了 做總統以來 對這麼多人講話 而且這麼吵雜的一群人講話 倒是第一次 都非常的熱情 給我很多的鼓勵 看起來你們 比較像是加油團 蔡總統確實需要加油 上任至今剛好100天 民調指數紛紛出爐 卻都不好看 根據旺旺中時民調 蔡英文的滿意度 剩下4成1 只比不滿意度4成 多一點點 瀕臨死亡交叉 其他媒體的民調 不滿意度飆破5成 超過滿意度 將近7% 就是100天 坦白講 我們不用跟過去 所謂編政府 馬政府 或是說其他人相比 蔡英文要跟他自己相比 小英跟自己比一路下滑 行政院長林全 也沒好到哪去 旺旺中時民調 林全滿意度36.7% 不滿意度47.2% 而蘋果日報民調 也只有3成8民眾滿意 5成3民眾表示不滿 這一些各個領域 其實都關乎我們的經濟發展 所以在經濟發展的面向上面 也呈現出來 民眾的不滿意度 也是高於滿意度 最大的不滿來自經濟沒有起色 政見對線有限 還自己惹出一堆爭議 民眾的期待感和新鮮感 瞬間冷卻 一百天成績難看 只能好好補考 記者溫凱成張聯浩台北報導 上次我們下期待 下期待